我们殷墟已经发掘将近100年了 有人说你们算一算殷墟到现在到底挖了多少 5%还有95%没有挖 实际上大家对考古可能有一点误解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 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成一指 日前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 展出青铜器 甲骨 陶器 玉器等 近4000件套文物 其中4分之3以上文物属于首次亮相 尽管展出的文物灵栏满目 但依序的发掘其实只进行了5% 慢在哪 关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考古工作 都是在多修科合作情况下的一个精细化考古工作 因为考古永远是一个遗憾的科学 也是一个破坏性的科学 它没法来第二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并不说挖的越多越好 我想一定要表达这样的声音 不要以面积的英雄 而是以提取最小化的发掘 最大化的提取信息 最精准的发掘 这是我们考古的目标 1928年 中国考古者在河南安阳 环河畔产起第一桥土 近百年来 经过几代考古人 持续不断的发掘研究 让沉睡3000载的商文明 走入公众视野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站 副战长河玉玲介绍 2000年时 它冒着严寒和大雪 在前辈带领下第一次参加殷须考古 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高等级贵族墓 清理了一件精美的青铜牛尊 也是目前为止 殷须发现唯一的一件牛型青铜容器 压掌牛尊 但在何玉玲看来 考古并不是挖宝 你这个管理的哪一件文物是你最感谢 哪一个东西是你证管之保 其实对于考古学家来说 每一个都是好东西 能够说明问题的都是好东西 在殷须博物馆新馆中 90%以上都是由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自1950年春天以来发掘的文物精品 在展尘中 考古不是挖宝的思想也得以体现 何玉玲表示 作为一座考古博物馆 展尘不再是单个文物的展示 而是城族与观众见面 能让人们更好地感受 殷商文明的全貌 从具体的展尘的角度来 我们是城主器 城主器 这个是我们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青铜铸造 我们从开始到最后 我们的自古作法 我们从开始原料到最后 它到底一步一步如何去成形的 我们通过纸和人在掌中和来 这两个人物来讲故事 我们用文物来讲这两个人的故事 讲纸的故事 讲他的朋友圈 讲亚掌的故事 他的这个生平 同时我们也想反映到田园生活的一面 也想反映他那个柔情的一面 我们觉得让他更鲜活一点 这是我们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追求 总理来说就是透无见人 如今 殷须博物馆新馆 能够成为首个全景式展现 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 其实背后 与殷须数十年来实行的多学科 精细化考古密不可分 何玉玲表示 除了看展 观众对考古发掘过程的好奇 未来也能在新馆的精细化考古实验室被满足 考古往往都是在田野 田野条件非常非常的有限 是不具备这样进行精细化考古 现场清理的一个条件的 这些年我们就很多最殷须的发掘 我们除了你们看到的这个车马坑之外的 我们还有一些技术坑还有一些墓葬 我们都是采取现场整体打包的那种方式 我们就准备放在我们这个精细考古实验室进一步去做 这是我们的从保护发掘的这个角度来说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也想满足观众对这个好奇心